你有看過公車制服 沒有照自己的路線走 他竟然跟我開到我家門 他有先問車上乘客 他說這個媽媽帶著孩子 孩子是特殊的小孩跟我們不一樣 那現在下雨他們沒帶傘 車上剛好也沒愛心傘 然後可不可以 大家跟著我照一下路 這樣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真的看到我家門 肯納爾或許多數人對這個稱呼很陌生 但如果提到自閉症 大家一定都知道 人稱帥媽的尤淑華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孩子 從小就待在身邊 兩人心靈不離 時常讓他們成為眾人的焦點 但不管是異樣的眼光 還是陌生的暖性舉動 帥媽永遠正面看待 他學年前的話 學年前的話 像要上幼稚園 那當然是一家被退破一家 就是一家一家的退 然後 然後 然後到上小學的話 去更離譜 開始不見了 然後跑去麥當勞 然後就自己去 跟人家道歉 因為他喝了一家的飲料 但是他跟飲料 我們就是慢慢觀察 因為這個是 既然自己要教 自己要帶的話 就是 當然就是要知道說 了解他為什麼會有這個 當然是得花時間 那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了之後 才發現原來 他故不是愛喝那一杯子 媽媽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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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 飲料 裡面 才可以擦 讓他 借我一下 他現在 他把吸管都是折成這樣 然後 拿著他的東西 借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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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就是這樣 他都折成 白折的 他能夠把吸管折成白折 然後 他的碗 然後有時候他會接 他就把它接 接成 板狀 什麼的 我只好就跟他商量 你在外面等我 我進去 賣吸管給你 然後 也 對 那當然 就我們會跟 麥當勞的員工 我們會講說 不好意思 我的小孩子 喜歡你的吸管 然後 我 跟你買 買吸管 買一些吸管 所謂的 專家 但是 他們會認為說 我們還是要陪他 陪著他一起做親子的上課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用花那麼多的時間 跑去別的地方 我乾脆就自己待在身邊 我就自己教啊 但是我們心臟要夠強 心臟要夠強 心臟要夠強 要打個招 比如 像他現在這樣子 有時候他出去外面 他也是會有那個 一樣的動作 一樣的動作 你看到現在這個動作 然後 別人就會覺得 別人會覺得 這個小孩子怎麼了 然後會 多搶你機也 也有一些 又是會 覺得 他們好像是 弄到了 什麼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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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把它擺在家裡就好呢 然後我又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 他不用擺在家裡 但是沒知識才傳染 沒有知識才會傳染啊 那像那種會有傳染病的 才應該待在家裡 我只好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想 但是當然我也碰到很多N年前 我當然不記得 但是他還小 那有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 搭紫蘭客運 你有看過公車字 沒有照自己的路線走 他竟然跟我開到我家門口 讓我下去 這樣很不好意思 他說沒關係 他有先問車上乘客 他說這個媽媽帶著孩子 孩子是特殊的小孩 跟我們不一樣 那現在下雨他們沒帶傘 我車上剛好也沒愛心傘 然後可不可以 大家跟著我繞一下路 這樣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真的開到我家門口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 我覺得 就讓我覺得 社會有這樣的 但是也有孩子 所以 我覺得 所以 我才會更想說 把孩子帶在這邊 然後 然後 接觸外面 然後 這樣子 對我們 還有對這個社會 才能夠 有達到融入的效果 像我們有一些家長 我都覺得奇怪 他們會憂鬱症 我覺得 你讓自己的人生那麼憂鬱 那 真的是 就是 浪費 空氣 就是 我們說 我們講什麼 然後他 重點是 他很愛表現 為什麼 要帥帥 他就是要人家說他很帥 他說他很棒 像 你看 照片裡面 他有去幫忙 關懷弱勢的這一塊 他去做了 結果 人家也知道說 他是主持人 然後不用講話 然後 你就會覺得 好像 好棒 他聽到被花講 好棒 他就 整個 都很開心 要看我們兩個 最好從背後看 從背後看的話 能真正驗證到說 我們上輩子應該是 真的是情人 我對他有時候話 也不用講太多 對他就是 只要一個眼神 或一個動作 他就自己知道 他是 對了 還是錯了 也有人問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假設 我兒子現在突然有一天 他是 當然 當然這是做夢 他是講假設做夢 他 一切都是正好 那我會怎麼樣 都不習慣 我可能不習慣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一般正常的小孩的話 這個年紀怎麼可能陪我們在家 不可能 他一定就是 卡卡照了 何況現在碰到有疫情 我覺得 他應該是 反過來 是讓我更擔心 可是他現在 他完全是 照我的模式在過程 這個才是我最乖的兒子 來 看一下 對不對 他回來了 他讓我不 toma 你 你可以이라 punk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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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